来看土耳其海军13号开始在周边海域举行大规模的军演测试国产武器系统和装备 土耳其海军在其官网发布声明说 代号2019狼鱼的演习当天在土西南部穆拉省启动 覆盖土耳其周边地中海 爱琴海和黑海海域 土耳其海军共出动131艘军舰 57架战机 33架直升机和2.59万名军人 演习将持续到本月25号 声明说演习将检测海军炮火和护卫舰潜艇武装无人飞行器等装备 参演部队将基于真实危机 战争环境和自然灾害 开展战略和作战演习